Hello,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课题 就是上一集我有录一个视频 是说竞争的故事 我今天要说这个大概是等于竞争的故事 Part 2 关系到自由市场的 OK,说到自由市场 大家对自由市场的概念是什么 自由市场 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里 不管是什么行业 每一个人 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自由地跟其他同行的人竞争 然后竞争的方法 有分低端也有分高端 低端的竞争方式就是雪茄战 高端的竞争方式就是用数字跟品牌来竞争 然后自由市场这个机制 它可以说是 整个经济唯一的零丹妙 唯一的零丹妙 这个我告诉你 一个政府啊 你不管要怎样去干预政治 干预来 不是干预那个经济 干预来干预去 你到最后啊 你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唯一的完美的方案就是自由市场 你给这个市场里面的人自己去演变 自己去竞争 到最后他们没有任何的外力来干预 只要他们不是作减饭壳 他们在他们的行业之间呢 会有良性的竞争 然后良性的竞争到最后就会磨出最强的胜利者 最强的生存者 你要一个国家经济好 你就必须要放手让他自由市场跑 OK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故事 他可以给大家明白一下这个自由市场是什么 OK比如说我一样是用回阿华跟阿莱 OK比如说在一个小甘凳 他本来只有一间水果店 村口一间水果店是当地人开的叫做阿莱 阿莱他是当地人他开的是水果店 可是他并不是很有心经营这个生意 他水果都是不新鲜的 然后又卖到很贵 然后啊 又态度非常的不好 态度非常嚣张 就是店大欺客的那种 对他的客人是呼呼喝喝的那种 可是 甘凳人没有办法 他垄断嘛 整个村只有他一间水果店 一定要跟他买奥的选择 可是有一天 来了一个 外来的人 叫做阿华了 就在这个阿莱个币开了一间水果店 一模一样的水果店 跟他卖一样的东西也是水果 只不过 他有三个地方有不同的变化 就是一 他卖的水果都是最新鲜的 二 他用更便宜的价格 其实不是讲烂价 就是合理的价格 因为之前阿莱卖到太贵了 阿华他用合理的价格来卖 相对便宜 第三 他的态度非常的好 他对每一个顾客都是 uncle auntie 这样来教的 结果 全村人 很简单的 很自然而然的 全部都 不要再去光顾阿莱了 而去光顾阿华 阿莱就在那边 那么的 骂他的同村人 自己人不帮自己人 帮个外人干嘛 然后 他的村民就告诉他 你卖的水果又不新鲜又贵 而且你态度又这么差 我们做么要跟你买 这就是竞争阿 这是自由市场阿 谁做的好 我们就去捧谁我管 你是自己人还是外人 所以 自由市场就是这么来 他也是 所以我说他是竞争的故事 park 2 自由市场就是 讲究的就是竞争这两个字 好 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讲多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刚才那故事是我编的啦 现在来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美国 19世纪的时候 就是18多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美国有个石油大横 叫做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呢 他那时候啊 他差不多控制了 整个美国超过90%的油田 你要知道 那时候的石油 仅仅只是用来做煤油灯罢了 还没有用在汽车上 他都已经赚到猪头了 他那时候 他是美国史上 第一个 亿万富翁 洛克菲勒 然后他那时候呢 他就有说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他就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看啊 我这个石油生意做到这么好 你们知不知道啊 我必须啊 要把我的那个 利润边际啊 压到最低最低 把利润边际压到最低最低 才可以确保 没有其他 竞争者进来 赚这个漏洞 啊 啊 你明白 他意思说 他赚的钱不能太多 他赚的钱一多啊 其他 其他就会有新的竞争者进来啊 来跟他分一杯 这个他这句话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风凉话啦 你都是世界首富 讲这种话 他讲的是事实啊 一个行业 只要你赚的钱太多的话 你把你的价位啊 定到太高 的话 很快一定有新竞争者来的 啊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价位降到够底才不会有新竞争者 啊 这个就是 竞争的故事也是自由市场的故事 啊 就好像 我就拿我自己的行业来说啦 我是一名牙医 我现在 经营一个压科诊所 以前呢 在更早的年代啦 再比我更早的年代 大概八九十年代啊 一个城镇 有一间牙医都算是不错的 有很多城镇甚至是没有牙医诊所 OK 后来牙医开始多了 就演变这个竞争演变成怎样 演变成开始有很多件压科了 就会开始 进入价钱的竞争 来斗水比较便宜 OK 然后 当然 之后呢 还继续越来越多钱 甚至是大家都已经把价钱调低还是怎样都好啦 然后 消费者呢又要再区分 还要怎样分 一开始是都 都便宜 后来就要 水准 都数字 还要调哪一个数字好哪个数字不好 OK 数字全部都一样了 之后还可以调什么 还要再调什么 啊 你听好啊 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完全没有牙医诊所 后来变成有 OK 有啊要一诊所过后要斗便宜的 全部一样便宜了过后要斗 谁的手艺好 全部手艺都好了 要斗谁 要斗 看谁的诊所有 小鲜肉 美女 都俊男美女 哈哈 所以你看我看到最近很多同行 小我十多二十年的同行 跑去念 八块鸡肉 马射整身 整副小鲜肉肉 不奇怪啦 我老实跟你讲 我曾经我遇过一个小妹妹 她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我想到我的孩子 很好笑 我跟他讲 小妹妹跟我讲 对于我来讲 那个牙医帅不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心里面想 你是去看牙还是去相亲 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要当这个笑话就算了 OK 我今天说了我说了蛮多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也是自由市场的故事 所以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的结论就是 所谓的自由市场就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 整个市场是自由开放的 只要你不是坐卷饭壳 整个市场是自由开放给外面的竞争者 随时会跑进来跟你分一杯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 分出你的差异性在哪里 你是开水果档的 你个币是开水果档的 你要怎样才可以 在这场竞争中 胜出呢 你就要有 你就要 列出来你的差异性 你跟他差异性是什么 你跟他差异性就是 你卖的东西比较新� 然后你卖的东西比较便宜 然后你的服务态度比较好 这就是差异性 一样 在竞争呢 是不是也有分 低端的竞争 比较高端的竞争 低端的竞争是什么 低端的竞争 然后你卖的东西比较便宜 然后你的服务态度比较好 这就是差异性 一样 在竞争呢 是不是也有分 低端的竞争 比较高端的竞争 低端的竞争是什么 低端的竞争就是 通常卖的东西都是 比较便宜的比较低端的 所以就要 学家战 通常会容易陷入学家战 就是斗水比较便宜 然后高端的竞争呢 就是 已经 不在乎那个价格了 纯粹是比拼品牌分数字 我比如说 比如你是一个贵夫人 你去买 Chanel跟Brada的包包 你还会去 计较他的价钱吗 不会吗 是不是 就是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 讲到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明白 什么叫做 自由市场 OK 谢谢大家